而台湾牙膏界的黑白战争台湾缠送11年了 本土企业的白人牙膏打败美商收购的黑人牙膏 但是这个战火烧到对岸白人牙膏吞败了 生产线上牙膏产品往苏宋代宋 这道白人牙膏的本土企业 加领公司在台湾和黑人牙膏的侵权大战 今年2月份三省定验大获全胜 但在对岸却屡屡吞败 原来1990年美商收购的黑人牙膏好莱化工公司 在大陆申请白人牙膏与图的注册商标被驳回 之后1992年白人牙膏也申请被驳回 但是1994年某牙膏公司申请过关 加领公司提出宿院申请过关 这次换成黑人牙膏不满提出宿院反扑 北京中级法院判决白人牙膏败诉 在我们台湾我们白人牙膏 是一直的胜诉与黑人牙膏的这个商标的问题 还有在整个的上诉过程中 在台湾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文里面 也是判定我们白人牙膏胜诉 所以公司相信这次的一个官司 公司一定会上诉到底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白人牙膏败诉的理由是 在中国以外其他法律注册的商标 在中国境内不惧法律效益 尽管白人牙膏在台湾受诉 但在大陆却一路挨打 黑白牙膏大战战火延烧到了对岸 恐怕还不会停止 终于信我侯国文林是洪嘉宜报道